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思想却是一直停滞不前的 她看不到外面世界的变化 自己接受不了这些新事物就开始反对 而这也造成了很多的笑话 当时慈禧对许多杨丸也是反感兴趣 当因为愚昧不知也闹出过不少笑话 比如当时慈礼空张带领慈禧太后乘坐的时候 就嫌火车的声音太大 而且说说这么大的东西 要不少匹马才能拉动啊 她的一次授业 袁世凯就拿出了心事玩意讨讨慈禧的欢心 就将一辆车送给慈禧 司机在她前面开着车就惹怒了慈禧 就让这个人跪着开车 起初得知电灯的存在 她的态度是坚决反对 认为这个夕阳玩物儿实在有伤风化 李连英收了外国人的悔赂 就将电灯装到慈禧的寝宫里 傍晚慈禧一进乐收堂 发现不对劲则质问 你们为何在店内张挂那么多的各种颜色的切移 李连英急忙扣头请安后公文 老国人该上灯了吗 慈禧说上 李连英将门关上并打开店灯开关 即可大天内灯火通明 大放一台甚至好看 这可显得出慈禧有些落伍了 李连英当时为了能让慈禧太后接受电灯 骗慈禧说电灯可以天福佳寿 经过李连英这么一说 慈禧太后当时就喜欢上这些东西 那晚慈禧望着这些电灯久久不语 有时表情惊细 有时偶尔叹息 不知道这位统治中国数十年的女人为何惊喜 又为何叹息 但好景不长 八国联军侵华后 一和园全被销毁殆尽了 其中就包括电灯 慈禧逃亡归来 又命人花五万两白银 重新置办电灯公所 电灯再一颗园重新亮起 慈禧也重新入住一颗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